位在汐止潔洞路上的潔洞华城社区 周边人行通道每天都有不少人在走 有很多从德国小学生会走这里上放学 不过因为沿着社区周边早期是种了不少的黑板树 这几年出现好多问题 其中树根乱窜 不但水泥树穴都损坏也撑破地砖 而一旁更严重 只要遇到树穴地砖就拱起 落差好几公分 整段人行通道就好像波浪一样 经常有民众血痛摔伤 有树根造成地面的破坏隆起 然后产生波浪型的状况 那不管是老人家或是年轻或小朋友 在走路的时候都非常非常不安全 那个在摔倒的部分已经输不完 已经很多人在跌倒 然后受伤就受伤 那我们经过三年多的一个争取 我们终于在今天能够进场来动工 那非常感谢张景豪议员帮我们争取 这条路本来是很平 因为就是树根几年 经过几年以后都浮起来 会影响很多我们社区连年 或是外面的小朋友 跌倒也跌倒好几个 那因为黑板树长期 不止它的根啊 横向的发展 已经让一些地砖隆起 那甚至他们一些大楼的结构 地下室也常胜水 所以黑板树能不能做一个移植的动作 今天找了相关单位来做一个厘清 目前针对地砖隆起损坏危及行人安全的部分 市府养工处已经进场抢修中 至于后续几十棵的黑板树要怎么处理 议员张景豪也再次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在经过与市府警官处讨论后 将请社区自行处理 而社区也说因为目前树根都已经影响社区结构 会尽快的开会讨论怎么处理 抢修整皮离后 我们这个黑板树这边 我们还要 因为它那个树目很多 而且金额很大 我们还必须要经过离会开会以后 我们才可以做决定 我们现在目前黑板树都没有在 施保法的保障范围内 那我们的量法是说从地面上往上130公分 那树进会超过60 那目前我们找到最初的一个黑板树 目前只有47公分 也就是说其他黑板树都不符合法规的要求 都可以做那个由社区来自行做处理 相关单位来厘清 可不可以做移植 那今天也获得一个确认 这是在胸高1米3左右的一个胸前直径 没有超过60公分 可以做一个移植 那未来我们社区这边会在开会经过一个确认 黑板树长得又高又直 台风大雨也让社区居民担心 会不会有倒下来的危险 再加上社区地下室结构也受到影响 接下来社区过几天就会开会讨论 怎么处理周边三四十颗的黑板树保障安全 最终惠灵续指财宝报道